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前面讲到 我们的世界 和核心 每个人的世界和核心 就是我们的 心 那么这个 心 跟 世界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这个心 这个心 在维持中里跟你讲 我们这个心有四个部分主权 这个叫四分 心有四分 这个四分呢 也就是 相分 见分 自正分 正是正分 这个每一个 心 当它产生活动的时候 它都会有 这样的四个部分 这样的四个部分 都会有这样的四个部分 一个是 相分 见分 自正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那么在这个四个部分里 每天啊 我们最容易感觉到的 只要有 两个部分 一个是 相分 一个是 见分 也就是说 每一种心 也就是 每一种心理啊 用心理学的话 就从心理学的话来说 就是一种心理 用佛教的话来说呢 其实就是每一个念头 心是什么都一样 你不知道心是什么 啊 是不是毕竟了不可能啊 心是什么 嗯 你那个不知道的 就是个心啊 心就是念头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 比如我讨厌 就是有讨厌的心 我喜欢 就是有喜欢的心 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 就是有了不起的心 我记录别人 就是有自救的心 我觉得哎呀 我实在不行啊 我太不行啊 有自卑的心 我觉得哎呀 简直是我真是什么都行啊 行得不得了啊 自达的心 你恨一个人恨得不得了啊 撑撑的心 对不对 我们每天都是在 都是在架了一些心里边 我们我们人的心啊 我们人的心啊 就像一个动物人一样 各种各样的心理 哎呀 就是储藏着各种心理的力量 我们的内心里边啊 储藏着各种心理的力量 哎 我们现在是没上路的 很友好 但是并不等于 我们没有称恨的心 哎 只是说这个时候称恨的心 他成了一种潜在的力量 哎 就是说我们虽然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 我们会储藏着很多很多的心理 但是每一种心理 他产生佛圣感 他在我们这个心灵的平台 如果用现在的心理学的话来说 从潜意识到意识 也就是从我们意识不到的状态下 进入我们意识的状态 进入我们这个心灵的这个平台啊 也就是进入我们的心灵平台 也就是进入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这个范围的时候 它是要有因缘的 这个因缘也可能是内心灵 也可能是外缘 外缘呢可能是 你看到一个你讨厌的人 这个人就来了 你看到你喜欢的人 欢喜心就来了 你看到你喜欢的东西 可能灵灵的心就来了 你看到别人能比你像 可能自卑心就冒出来了 那么这是一位外界 外在的人 外在的人 可是呢 不需要有外在的人 同样可以把你的心灵照进去的 因为你还有意思 你比如说你光在环境里 你在那里想 你在那里想 你在那里想了想了 也会把很多心灵 也会把很多心灵 引发出来 但是总是要有因缘 不管是内因 还是外缘 通过这些内因和外缘呢 把我们无始以来啊 潜在的 形成的 我们生命中的各种力量呢 因为在这些因缘的 触动之下 它就会一个一个的 上升到我们的心灵的 心灵的平台 产生作用 大概产生作用的时候 事实上呢 也就意味着 它会影响着我们 它会推动着我们去做些什么 或者不做些什么 去讨厌什么 去喜欢什么 那么我们都是在这些心理 都是在这些心理的作用下 然后形成各种生活 心情 痛苦 快乐 做什么 不做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啊 每一种心在产生作用的时候 每一种心理在产生作用的时候啊 它一定是有一个对象 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每一种心理在产生作用的时候 它一定有一个对象 我们提起来 穿听生起的时候 它一定是摻的什么 如果没有 bullshit 你会长生贪的心吗 如果你称称经生起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个称称的对象 是你考验的那一个人 或者是那一个称称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自卑经生起 他一定也有一个自卑的对象 就是说一定是因为想到自己某些画面不行 也就是任何一种心理的产生 他一定都有一个影像 在你的心理上都会呈现出一个影像 当然我们看到某一个人的时候 事实上我是哪个影像逃出到你的身上 其实我看到的还是我自己的影像 那么这个影像就是向风 然后对这个影像所产生的一种感觉 就是去感知这种影像的这种心理作用 那就是见风 对这个影像场的一种感知的心理作用 就是见风 比如说你想到一个讨厌的人 你想到的时候 会不会有感觉啊 你会有感觉 当你想到这个影像的时候 你的内心里面就会抱着一种你不舒服的感觉 对不对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那种影像 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那个就是见风 那个你想到的那个人 那个就是向风 然后如果你知道自己不舒服 这个就是自证风 但也有的人 他泄入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状态的觉气 他们没有去觉察 没有发挥他的这种自证风的作用 他只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泄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 那就是没有这种自证的 这种自证的觉察的能力啊 他就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那么每一种心理产生作用 都有见风 相风 那么这个见风 相风 就是能言所言 见风就是能言 相风就是所言 所以我们的世界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用贼强的话来说 就是主和客的世界 用我们活法的话来说 就是能言和所言 很认识很被认识 我们通过眼睛看到了 其实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啊 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 我们怎么样去认识 其实是体现我们的认识能力 因为我们有眼睛 因为我们有眼神 所以我们才有认识的世界 因为我们有耳朵 我们有耳食 所以我们才有阴神的世界 因为我们有鼻子 我们有鼻石 所以我们才有香的世界 臭的世界 因为我们有耳朵 有耳朵 我们才有味觉的世界 因为我们有身体 我们才有触觉的世界 因为我们有生死啊 所以我们才有触觉的世界 因为我们有心灵 恢复的心灵啊 所以我们才有精神世界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如果说你 你如果没有眼睛呢 如果对一个瞎子来说 它就没有颜色的世界 如果对一个瞎子来说 它就没有精神的世界 那如果对一个没有鼻子的人 没有鼻子的人啊 鼻子有问题了 他可能就没有香草的世界 那么尤其是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它就体现于 我们的意识的世界 你的意识的世界 分布不分布 那么也就决定了 你的精神的世界 分布不分布 那么我们的世界 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啊 比如说我们的嗅觉 可能比不上动物那么零 是不是 那么这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认识 认识的世界 其实是体现于我们的这种认识的能力 我们的认识的能力 其实也就像认识的仪器一样 它的精确程度啊 体现于我们 我们的这种能认识的 这个仪器啊 是不是很精确 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就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 就是能认识 所认识 所认识的影像 所认识的世界 它是建立在我们能认识的 心的基础上 能认识的心的基础上 所以当我们的心 在产生作用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的不同的 这些心理活动呢 那么在我们的 这个 内心里边啊 它一下就会投射出一个影像 也就是没有心理活动的时候 它都会投射一个影像 就像你们现在 你想起 你们想起 我们想起我们的妈妈 你把它就会想到 你母亲的影像 把它就出来了 你想到你的 这个 寺庙 这个 或者想到师父 然后这个师父的影像 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像头 它很自动的就 就像弹出一个 参考一样 每一个面图出现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 相应的影像 投射出来 所以每一种心理活动 它必然都有一个 相应的影像 都有一个相应的影像 然后呢 我们的心啊 再缓过来 去认识这个影像 其实我们认识的影像 它实际上是我们的内心所淘汰出来的 我们的内心啊 自己所淘汰出来的 哎 那么这就是说 这个心啊 它本身就记得有这样的几个部分 就是 有四分 每一种心理在产生活动 然后它都有 这个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真自证分 当然 我们平常就容易感觉到的 就是相分 见分 那么 每一种心理在产生作用 它怎么会产生作用呢 它靠什么产生作用呢 心理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怎么形成呢 经常的作用的心理基础是什么 那么 这就是维世学里面讲到的 叫做 宗子 哎 这叫做宗子 你 所有的人生的经历 所有的生活的经历啊 当然经过以后啊 都会在你的内心里面 形成那种心理力量 哪怕你动一个念头 哎 只要你做过的事情 你的心都会把你烧残 没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啊 它都会过气 但是呢 所表现的一切啊 它在你的内心里面 都会形成力量 那么这种心里力量 就是 种子 在维世中里面就叫做宗子 这个种子啊 它是我们各种心里活动 我们的 以及我们那是世界的心理基础 心理基础啊 我们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种子啊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无量无缘的种子啊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 这个解采密经里面讲的叫做 阿婆罗斯圣身系 藤与藤与而产生 藤石就像就是我们的心理世界里面有一个就是藤石 就是基巴拉罗斯圣身系 它就像海洋一样 那么深 那么过耳 那么这个藏石的海洋呢 储藏着我们无尽生命中 形成的种子 所以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无尽的积累 生命就是无尽的积累 积累的什么 积累的就是种子 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啊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种子 这种不同的种子啊 代表我们无尽生命中 我们每天都在都在兴起种子啊 这个维世宗里边跟这个种子有关系啊 有几个概念 一个是兴起 一个是现形 种子生现形 现形新种子 什么叫种子生现形 现形新种子呢 我现在就在种子生现形 现形新种子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在说话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种子生现形的过程 然后在说的过程中呢 我对我这个说的这个内容 它就进一步得到强化 得到 它这种种子的力量啊 它的这个力量又得到一次强化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现形新种子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 种子生现形 现形因种子 大家听说 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 种子生现形 现形新种子 只是只不过是我们 这个种子生现形到底生来是什么样的种子 现形新种子到底生来又是什么样的种子 所不可能就是每一个人啊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相续不同 他在无尽生命中形成了这种相续不同 比如我们这一生 我们有的人 或者说我们从事不同的职业 有的人可能从事电脑啊 有的人可能从事艺术啊 有的人可能当官啊 有的人可能经商啊 那么因为他的这个职业啊 可能就会不断的在兴起这种有关经商的种子 或者兴起当官的种子 或者兴起呢 艺术的种子 那么因为你不断在兴起这一部分种子啊 那这一部分种子的力量就会特别强大 他每天会求自己去说一些 这一方面的话 这一方面的话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三地化不离本 因为你每天 你每天都在兴起这样的种子 然后有很多种子呢 他就会要迫不及待的要信心 因为每一种种子 他都有一种冲动 他都是有力量的 所以人为什么要不断的要说些什么啊 不断的要去做些什么啊 为什么 因为生命它就是一种希求 一种一种一种 他就有每一种种子啊 他都是代表着一种心理力量 比如贪心 有的人贪心 强的重的人 就是因为他贪的重子 力量特别强大 称称称称积的重的人 他就是因为称称积的重子 力量特别强大 好学的人 他就是因为他好学的这种种子啊 这个力量特别强大 那么这个 就是每一个人啊 我们都在兴起着不同的种子 都在就是种子生现形 那么现形的时候呢 又新种子 从现形新种子啊 这个过程它也不是单纯的 因为我们有意思 所以呢 我们当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的过程中啊 所以很多想法它会逐步成熟 我们能力啊会不断增强 观念也会不断的在调整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种子生现形 现形因种子的过程中 是由我们的意思在参与 所以我们没有心理的形成啊 它跟我们的意思 它跟一方面跟我们固有的心理力量 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方面呢 跟我们人的观念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有正确的观念 你就会不断的去调整你的 你会不断的在调整 往好的方面调整 如果你的观念是错误了 你就会不断的往不好的方面调整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理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的心理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 所以在我们心灵的世界里 有的种子的力量很弱 那么也有的种子的力量很强 这个种子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每一种心念啊 从这个种子生现形的道理 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啊 其实我们每一种心念 都是培养起来的 每一种心念的形成啊 都是引起的 每一种心念啊 都是可以改变的 每一个任何一个念头 所以佛法讲心念无常 心念无常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你在 兴起什么样的种子 也就是说 关键是你在培养什么样的心念 你兴起什么样的种子 你在培养一种什么样的心念啊 那也就意味着 你在张扬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力量 有的人可能会不断的在培养成诚心 有的人可能会不断的在培养成诚心 那也有另外一些人 可能在不断的在心理这种 培养这种慈悲心啊 也就是你在你的心里面 拖什么样的种子 你在你的内心里面 培养什么样的种子 其实这才是修行的关键 这才是修行的关键 所以因为我们这种不同的 心理活动 我们的这些不同的心理活动啊 也就是 也就在逐渐的在 形成不同的心理 所以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 对我们未来的生命都非常的影响 因为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 我们都在张扬不同的心理力量 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啊 我们都在张扬不同的心理力量 所以为什么修行要从起心动念入口 其实原理也在这 我们说客观看 有没有护法神啊 佛菩萨 看见没看见啊 其实那个都不重要 乃就包括你将来有多大的果报啊 其实跟你 内心形成的力量 对你生命的影响相比啊 外在的果报也是显然微不足道的 因为外在的果报它不是一时的 一次性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啊 这种心理将会长时间的影响给你 甚至永久的影响给你 你如果说没有通过修行去改变它的话 它对你的影响将是寄未来际的 你说一种生活完全对你的影响可能是完蛋的 但是你的一种心理的影响 对你将是残绝的 所以就是 就是我们的世界 是我们的这个每一种心念 它会根源于我们的这个 都有它的心理的基础 都是有它的心理 我们的所有的心理的因素 心理的力量 都是我们在无尽生命延续中 足够形成的 足够培养起来的 都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 不是偏常掉下来的 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可以改变的 没有不能改变的心理 善和恶也都是一面的事情 当然这个一面啊 不要小看一面哦 这个一面啊 它可能摧毁整个世界 一面称能称极起啊 百万丈能开啊 但一面也能成佛啊 都是在这个一面啊 慈悲心也是一面 称恳心也是一面 观念就在于 你张扬的到底是哪一面 你把这一面头啊 到底培养的有 这个 培养的力量 培养到什么程度啊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 这个是很关键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这个种子 在维持一些里面 这个种子的 对我们生命的作用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根据这个 种子身现行 种子的道理啊 维持身呢 又建立了种性的结束 我觉得这个种性 也是蛮有意思的 种子是代表着 我们内在的一种 心理的潜在的力量 然后呢 种子身现行之后 是代表着我们的一种 心理活动 然后这种心理活动的过程中 它同时又代表着 我们在张扬某种心理 形成某种心理 而我们的心理 当某种心理 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面 一旦力量大到很 成为我们心灵世界中 主宰我们心灵的地位的时候啊 其实它就成了我们的性格了 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一种心理了 它已经就成了我们的性格了 当然这种性格如果固定下来的 也就成了我们的人格 那么这个人格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种性 所以有的人在一切实地论里面 把这个人分为几次种 比如说有的人贪性人啊 称性人啊 博承人啊 就是人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 我们可以这么说 也就是生命的处质 或者是种性 你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人 你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看看自己 我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人 我有什么样的性格 我在这些滑脑里边 到底哪些滑脑的力量 那我可能就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人 所以维世中就讲到有五种种性 这个种性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属于没有种性 没有种性也就是这种人 他没有什么上根 也没有什么慈悲心 那么还有的人呢 就是属于菩萨总经 菩萨总经呢 就是他很富有利他人的体力 利他人的体力 那就是菩萨总经 那还有的人他比较治疗 比如说他不是想着自己啊 解脱啊 他不太关心别人 那么这种人就是属于 生物的体力 那还有的人呢 就是 他没有一定的 他碰到什么阴影呢 他有可能就会 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就叫固定种性 当然这个种性的东西也不能把它理解机械 还是要从原体化来理解 种性呢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呢 你要想变它也不是很容易 是不是啊 你看叫做什么江沙裔的秉性男女啊 就是一个人 你如果已经形成一种性格 有一种固定的习惯之后 你要改变它 很难 但如果不能改变 如果不能改变 这就不符合原体化 那就有自信了 一切都是可以改变 但是不是说 你想改变就能改变了 你要是没有相当的 算巧方便 你要改变一种心灵 你要改变自己的一种性格 你要改变自己的一种不良的习惯 那其实是非常难的 那不是很亲而立体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修行很难的原因 就在这里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非常好的方法 行入他也不备恨 也不备恨 所以叫男者不会备恶 不难啊 所以这个种性 那么种性呢 它就是我们 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行为 它的一种积淀 它的一种 就是一种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 这一种表现 那么维世中呢 根据这个 这个种子生 现行 现行生 心种子啊 在这个道理啊 建立的诸法维世 诸法维世 也就是说 我们所认识的境界 也就是所言的境界 也就是我刚才前面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个世界 其实我们不要去关心 很多人说 一说到维世啊 啊你说维世 那有的人就会问啊 啊那那个 你说维世呢 维世所现嘛 维世所现呢 那就是地位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比较相对客观的东西 比如说 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那如果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 那有人就会说了 那你说 这个月亮为什么一定要十五才能啊 如果维世所现 能不能 出十就也了 既然都是要 月亮一定要到十五才能 那你 那你怎么说维世所现啊 那比如说还有 比如说 这个 这个太山为什么一定要在山东啊 那你维世所现 我们说怎么说在这个苏州的附近啊 怎么样我们几个人来 这个 这个 变一座太山看看行不行 啊 我们有了很多人 我们就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 这些问题在维世的祖师们啊 他也有非常好的回答 这个 我们现在并不着急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 我解决这个例子 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一个人 这个世界是很大 没错啊 这个大型世界是很大 这个宇宙是很大 关键是 能够影响你的是什么 你说能够影响你的是什么 能够影响你的是你能看到什么 你能够接受到什么 更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看 能够影响你的是这些东西啊 如果 你说他妈世界多么好 多么好啊 或者多么不好啊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得到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啊 这个什么 在过了东方 过了三十六亿佛国啊 那个世界怎么好 怎么好 还是怎么不好啊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呢 我们要关心的是 你能看到什么 你能认识到什么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 都是以我们自己为核心 都是以我们的心理 都是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心理的基础上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的世界 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 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啊 其实也是无限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也是无限的 你看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出来的 是显现的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包括整个宇宙的 宇宙也就是我们新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显现的这一部分 真正能够对我们目前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也是显现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 我们显现的是什么 而这个显现的这一部分啊 我们怎么去看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需要认识 我们需要注意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的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 那么维时的道理呢 这个 它在说明到维时 它其实它有两种 一个是因能变 一个是果能变 因能变呢 也就是 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事实上也就是 我们的 这个 它的根源是种子 它的根源是种子 也就是根源于我们的心理经验 根源于我们的各种心理力量 然后这种心理 心理 每种心理的力量 也就是种子当它显现了之后啊 然后就会形成 这个 我们的世界 能源和所源的世界 见分和相分的世界 人就是每种 从种子生 现行这个过程是因能变 从每种心理 当它常常活动的时候 都会显现出见分和相分啊 这就是果能变 所以我们的世界 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心理活动 这个 它是我们心理活动的表现 我们目前有哪一些心理 那么我们就会 目前就会有一种很难的世界 就像我们目前有出家的心理 有学活的心理 那我们就会坐在这里学活吧 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有经商的心理 他可能就会去跑去做生意啊 想着赚钱啊 就像这个道理之一样的 就像这个道理之一样的 所以就是 这就是 就是我们认识的世界啊 是我们心 内心的显现 同时又是我们内心啊 这个给它规定的 我们觉得它好 我们觉得它不好 都是我们人的一种认识 都是我们人的一种认识 除了这个认识以外啊 就是说 我们认为好像是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一切 都是在我们心里外 它的客观固定的 不变的 这个 或者说 我们觉得它好 它就是好 我们觉得它不好 它就是不好 这一种看法 是完成错误 这种看法是完成错误 所以维时呢 它在这个维时见啊 它就是要告诉我们 维时 没有心外的 没有在离开我们心里外的 这种客观的 实在的 不变的 这样的一种境界 相反就是我们 一切的认识的境界 都是没有离开我们内心 都是我们内心给它规定的 这个维时啊 大概就是要 说明这样的一种道理 说明这样的一种道理 看看你们听得清楚不清楚啊 我已经给你们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中华维时的道理了 你还只用了一节课啊 那两节课啊 那么关于这个维时的这个道理啊 在成为时论里边 当然成为时论是解释三十论了啦 当然成为时论是解释三十论了啦 但是大概的内容呢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思路 这个是想的是以它起相 然后就是电击所知相 电击所知相啊 基本上就是我们皇忽的 皇忽的世界 我们皇忽的世界啊 就是电击所知 电 就是图片的意思啊 记呢 就是一种分别 图片的 分别 这个分别 是什么分别呢 就是一种颠倒分别 这个颠倒分别 就是我们皇忽的特点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都会进行 当然不要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都会分别 都会希望 做一番希望分别 这个好啊 这个不好啊 这个有价值啊 这个没价值啊 这个是美啊 那个是草啊 我们都会进行分别 分别了之后 犯随的是什么呢 知识 所以分别跟执着啊 他相对对兄弟一样 有分别 反而就会有执着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 他本身就是既有粘性 因为我们的防护心啊 当然这个不是说圣者的心啊 是说我们的防护心 他是既有粘性的 当我们只要介入分别了之后啊 他马上就会捏上去 他马上就会对这个境界 产生有粘 就会 就会产生有粘的作用 这种粘的作用呢 就是执着 所以有分别啊 所以有分别啊 往往伴随就是有执着 所以有的人干净说啊 那你不执着 你就不要分别 不分别 似乎就不执着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不仅仅是把 颠倒希望分别给吼定了 把奴随的分别也给吼定了 把正思维也给吼定了 那么这在修行上来说啊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环弘的心 当我们在做分别的时候 我们一定都会 多办法都会产生执着 那么这个执着 其实主要就是我执着法 那么这个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 因为这个便记所知的关系啊 就形成了我们的 环弘的世界 反正这个世界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是一个一塌起的世界 是一个一塌起 就是一个延起的世界 比如我们每一个念头的产生 每一个念头的产生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延起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或者看到一件事 你都会产生一种相应的心 那么这种心理的活动啊 它存在就是属于一塌平 就是一种延起的现象 那么延起的 延起的过程 延起要解释的一个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没有我 就是没有我 没有我 没有我 也没有我 我们的每一个心念 在形成 以及我们每种心念的活动呢 其实它都是一个 延起的过程 我们的要记住哦 它都是一个延起的过程 它是延生延灭 延记延善 它是因人所生化 我说即是空 它是空的 也就是它是没有特质的 它是可以改变的 同时它又具有无限的潜力 就是延起华的特别 这个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很真实的 很客观的 但是 每一种心理产生活动的时候吧 我们面对着 我们的心理 我们自己的心理 包括我们的各种能力啊 包括我们自己的情绪啊 我们的喜欢的情绪 讨厌的情绪 爱的情绪 恨的情绪 以及呢 我们的情绪算说 头显示的这种影像 比如某一个事 或者某一个人 每一种情绪 它都会发生成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和这个情绪 这个影像和我们的心念 我们会去认识它 我们会去认识它 那么这个认识呢 就是 这个认识就开始出问题了 这个认识就开始出问题了 所以辩计所持有分为习块 一块叫做能辩计 一块叫做所辩计 所辩计的是什么 所辩计的是 见分和相分 那么能辩计又是什么呢 就是能辩计的意思 心 主要是指的 在我们这个八个识里边 能辩计的 能辩计所持的这个识 主要是指 第六意识和第七莫拿 莫拿识 尤其我们能够感觉到 我们能够感觉到的 主要也就是第六意识 因为前五识它是没有 电气的能力 它只是限量 第八识呢 也没有 那么 真正能够产生电气的 就是意识和莫拿识 尤其是第六意识 那我们这个意识啊 当我们这个意识 对这个见分和相分啊 进行认识的时候 要出问题了 这个在认识的时候啊 就会产生我直和华直 比如认为 这个是我的 我的想法 我的心 我的心情 比如说一种欢喜心 很喜 这是我的心情 我的心情很好 哎 一种环老的心情 哎呀 我的心情 糟糕到底 然后我们看到了 很多东西 这个桌子是我的 这个环子是我的 哎 这个人跟我有关系 那个人对我好 那个人对我不好 这就是一种我之哦 这就是一种我啊 一种我之 我 我很重要 以我为中心 哎 但是实际上 我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是个什么东西啊 其实不论从物质和精神的角度 你去分歧 你实在分歧 你没有办法 在这个有违法的世间啊 找到一个固定不变的 这样的一种心理因素 和物质的元素 因为物质元素 你可以分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射身 你说这个身体是我吗 就是 你可以无穷无尽的分下去啊 哎 有没有一个不可分的东西啊 啊 有没有一个不可分的东西啊 没有啊 现在物理学习上 也证明了没有不可分的东西 那么在佛法里边呢 尤其维世学 他也破续了这个道理 你认为有一个不可分的东西 如果你是作为一种物质的存在 那么他一定还有六个方面 东西拿北上一下 如果一定还有六个方面存在 那他一定还是可以分的 只要你这个物质存在 他就有分方 就是有 就是有 就是有方位啊 如果有方位 他就是可以分的 不是不可以分的 那么从我们的心念的分析 就是会分析到 一沙纳一沙纳一沙纳 你找不到不可分的东西 找不到一种我啊 就是 就是我们的每一种心理活动 哪怕是世界上 每一种事物的产生 它都是一个年起的 都是一个没有自信的 都是那种因缘的假象 当时一旦进入我们认识之后啊 这一切全变掉了 一切全变掉了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忽敌一切 忽敌一切 活得与众生 结共成佛道 结共成佛道